望线,强取世袭,第三十集,兰允摇了摇头,没关系,儿臣是父后的儿子,父后做什么都是对的,儿臣不怪父后。 兰允越这么说,魏无线心里越难受,兰望鸡说得对,他欠兰允的十年,他根本弥补不了。 兰允脱下披风,盖在魏无线的身上,父后,还下着雨呢。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,小林子和小九呢? 我很闷,出来透透气,我让他们待在远处些,别打扰我,羽儿放心,小九肯定就在我身边。 儿臣当然放心的,小九他们是父皇的死士,他们会拼死护主,要不然,父皇也不会把他们大部分留在父后的身边。 魏无线摸了一下鼻尖,说来,我好久没看见小七和十三了。 他们都被父皇派到了陈身边,不过小七被儿臣放在了漠然身边。 魏无线一听,立刻担忧道,怎么回事? 蓝允道了杯茶,递给魏无线,道也没什么大事,只是儿臣快要登基的消息传了出去。 现在大家都以为是父皇得了什么重病,觉得儿臣年幼无知好控制,便把注意打到了未来太子妃的位置上, 漠然前些日子差点中毒,儿臣很担忧,就把小七放到了她的身边。 查出来了吗? 没有,不过查出来也没用,如今的局势,儿臣没了父皇庇佑,并不能和大臣们撕破脸,只能忍一忍。 魏无线一听,眉头紧锁,蓝允的话是实话,蓝忘机向来杀伐果断, 朝臣们对她都很忌惮服从,可是蓝允不过是个孩子,没了蓝忘机,她们便蠢蠢欲动了起来。 皇权富贵,谁都想往上爬,人心不就是这样? 允儿,嗯,如果你可以选择,你还会选择生在皇家吗? 蓝允转过头看向魏无线,这个选择全在父后。 嗯,儿臣只想选择做父后的儿子,父后在哪儿臣就在哪儿,无论多少次儿臣的选择都一样。 他只是魏无线的双眼,目光坚定而真挚,没有一丝的犹豫与勉强。 魏无线正住了,他渐渐觉得眼眶开始发烫,鼻子酸得难以压抑, 在他还没意识到的时候,已经有什么炙热的东西慢慢漫过了他的眼眶,自作主张地滚了出来。 蓝允伸出手抱住他,儿臣知道,父后的人生被我和父皇毁了。 所以我们都想,父后接下来的路都是自己选择的,什么结果都没关系,只要父后开心就好。 真的。魏无线摸了摸他的头,羽儿要知道,父后也从未后悔过做羽儿的父后。 儿臣知道,父后是爱羽儿的。 魏无线用力地点了点头,是,父后一直爱着羽儿。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父子了? 北唐漠然的声音传来,蓝允松开魏无线,魏无线擦了擦眼睛,笑着摇了摇头,没有。 默允来找羽儿的吗? 嗯,皇上在找羽儿,说有国事商议。 好,我这就去,父后,儿臣告退。 去吧,叮嘱你父皇用膳。 知道了,父后早些回去吧,雨天路滑。 嗯,你放心走吧,我会陪着你父后回去的。 北唐漠然道。 蓝允揉了一下北唐漠然头,乖,谢谢。 北唐漠然朝他撅了一下嘴,蓝允刮了一下他的鼻子,然后才急匆匆地走了。 北唐漠然抬头,正好看见魏无线看着他,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,走过去坐在魏无线的身边。 嗨嗨,失礼了殿下。 没有,你们这样挺好,看上去和普通人家一样,很平凡,却又很相爱。 北唐漠然手撑着头,疑惑地看着魏无线,殿下的爹娘也是如此的吗? 魏无线抬起头看向天空,我爹是个古板的人,我看到的都是他和娘相敬如宾。 那,是我和蓝湛,魏无线轻声道。 殿下和皇上,嗯,魏无线微微地点了一下头,鱼儿刚出生的时候,我第一次当父后,有些手忙脚乱,所以注意力都在鱼儿身上,蓝湛就吃醋了,像个粘人的猫一样,总是喜欢粘在我身边,没事摸摸我的头,拽拽我的手,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。 北唐漠然痴笑了一下,我想象不出来那个场景,皇上看上去实在太威严了,他只有对我这样,他说在我面前他不是皇帝,是爱人,所以要宠我,疼我,护我。 北唐漠然痴了笑意,沉下眸子,他真的爱极了你,只是你看不见,不是看不见,是觉得理所当然,你说得对,我总觉得他欠了我,便理所当然地觉得他就应该无条件爱我宠我护我,所以小殿下出事,你都怪在了他的身上。 魏无限沉默了一下,然后叹了口气,其实比起怪他,我更怪我自己。 我总在想,如果那时候我没睡觉,一直守在稷儿身边,那也许稷儿就会活下来。 殿下,那天是个意外,而且,就算如果没有那天,稷儿也活不下去的,你不明白的。 那天我从梦境醒来,天很黑,人群嘈杂,我还在混沌里,便听到他们说,稷儿死了。 魏无限的眼泪从眼角落了下来,他举起手,他就这么小,乖乖地躺在他的小床上。 明明我睡着之前,他还抓着我的手,一一压压压地和我说着话,可是短短几个时辰,他就悄然无息地离我而去了。 我都没有和他好好告别,我觉得一瞬间,整个世间都塌了。 直到有一天晚上,我梦见了劲儿,他长大了,和我很像,他说,父后别难过,我们只是短暂地分别了一下。 你等等我,我们总会再见面的,北唐漠染的心里堵得厉害。 整个人又闷又难过,他低下头不敢去看魏无限的眼睛,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殿下。 那不是真的,稷儿根本不会回来的。 听到这句话,魏无限瞬间泪崩了,他的眼泪像绝地一样,北唐漠染坐在旁边,红着眼睛,不知所措。 殿下对不起,其实我一直都知道那只是一个梦,只是我在骗自己而已,魏无限养着头。 眼泪却越落越多,我把自己困在这个自己编织的谎言里,我走不出去,蓝湛走不进来。 我有想过放弃的,可是我没办法,我真的放不下。 殿下,一个人突然走了过来,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魏无限。 魏英,是蓝忘机。 北唐漠染红了眼睛,站起来悄悄退了出去。 魏无限听到了蓝忘机的声音,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。 蓝湛对不起,蓝忘机的整个心都被魏无限枯碎了。 他抱着他,吻着他的发顶安慰他。 魏英,你没有错。 错的是我,我食言了,没有保护好你,也没有保护好静儿。 蓝湛,我还没有和静儿好好告别。 我舍不得他,我等了他好久好久。 可是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。 蓝湛,静儿那么乖,他一定悄悄地在你睡着的时候和你告别过了。 蓝湛,魏无限哭得歇斯底里。 蓝忘机红着眼睛,紧紧地抱着他。 我的魏英,哭出来就好了,所以哭吧,我会陪着你。 不知道哭了多久,魏无限终于停了下来。 只是哭了太久,眼睛和鼻子都红了,整个身体还在微微颤抖。 蓝忘机给他擦着脸,温柔地低声道,是不是饿了,我们去吃饭好不好。 魏无限的眼神从模糊变得清明了起来,他抬手摸了摸蓝忘机的头发, 蓝湛,带我回去,然后宣太医过来。 嗯,哭了这么久,我也担心你哭伤了。 是该叫太医过来,给你看看。 魏无限朝他伸出手,蓝湛抱抱我。 蓝忘机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子。 好。 蓝忘机抱着魏无限走了,树下的北堂默然,转身抱住了蓝允。 温热的眼泪浸湿了蓝允的衣服,蓝允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,默然怪。 蓝允,以后不管发生什么,我们都要好好的。 我答应你。 回到交房店,太医正好也到了。 太医赶紧过来给魏英好好看看。 是,皇上放心,老臣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 太医盖上手帕给魏无限把脉,越把他的眉毛越皱得厉害,蓝忘机的心也跟着皱了起来。 魏无限却伸手盖在了他的手背上,蓝忘机看向他,魏无限看着太医,脸色淡然,看不出悲喜。 太医,小殿下怎么样? 这,太医看向蓝忘机,蓝忘机朝他摇头。 殿下,不要看皇上,本宫要听实话。 魏英,蓝湛,我要听实话。 蓝忘机沉下眸字,然后点了点头,太医,如是说吧。 太医擦了一下额头的汗,殿下,小殿下的脉搏很弱,即使老臣用爱酒强行保下。 只怕也保不了多久了,魏无限瞳孔震了一下,蓝忘机紧握住他的手。 魏英,我没事。 魏无限闭上掩护了口气,他真的留不住了吗? 太医点头,而且殿下的身体损伤得厉害,日子久了,殿下会越来越虚弱。 到时候,可能连殿下都保不住,一颗眼泪从魏无限的眼角落了下来。 魏无限咬了一下嘴唇,然后轻声道,去配药吧,直接送过来,本宫想再陪他一会儿。 蓝忘机瞬间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 魏英,你,魏无限靠在蓝忘机的身上,这次我想和他好好告别。 轻轻的话语像一根针扎在了蓝忘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上,他搂着他的腰,点了点头,好。 太医退下了。 魏无限低头摸了摸肚子,很抱歉一直稽儿稽儿地叫你,父后知道你不是稽儿,但是你也是好不容易来到我这里的缘分,只是没想到缘分这么短。 谢谢你的出现,陪了我这么一段日子,把幸福和快乐带给我,现在要说再见了,对不起。 没能守住你,蓝忘机也把手覆盖了上去,宝贝,我是父皇啊,你不要怪你的父后,他很爱你,是父皇不好,没能保护你的劲儿哥哥,也没能保护你。 对不起宝贝,蓝战,蓝忘机抱着魏无限,魏英乖,宝贝一定听见了你的话,他不会怪你的。 蓝战,蓝战在,魏英,蓝战在,蓝忘机抱着魏无限,陪着他无声的哭泣。 人生八大苦,生,老,病,死,恨别离,愿长久,得不到,放不下。 有些人会永远刻在你的记忆里,你可以怀念他,但是你也要往前看,因为除了他,还有很多人像你爱他一样爱着你。 韩光二十年冬至,太子蓝允和黄道国臣王北塘默染大婚,正式协助蓝忘机处理国家大事,谣传蓝忘机退位的事却不了了之。 婚宴上,蓝忘机全程皱眉不说话,于是有新的谣言传出,皇上与太子不和。 不过,皇家的事谁能说得清? 交房殿内,卫英,我真的不能退位吗? 干什么,还要出家吗? 不是啊,有美人在我,我怎么舍得出家,只是当皇上好累,我想带你出去游玩。 羽儿刚大婚,应该让羽儿和默染歇一歇,先把他们的日子过起来。 蓝忘机不高兴地抱着卫无线蹭了蹭,允儿允儿,卫英只记得允儿。 朕吃醋了。 魏无线笑了一下,张口咬了一下她的喉结,蓝忘机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幽深起来,然后瞬间把魏无线压在了床上。 皇后,朕也要洞房好不好啊? 魏无线弯着漂亮的凤眸,抬手摸了摸蓝忘机的眼睛,尊命,我的皇上。 风吹开了窗户,院子里的红梅在月夜里悄悄地开了。 魏无线扭头看见了那梅花,她用力地咬了一下辛苦劳作的某人,蓝湛,以后还挖我的梅花树吗? 蓝忘机没有回答,只是用力撞了一下,魏无线瞪大了眼睛,耿直脖子。 白皙的皮肤上有几个深深痕迹,在月光下,明艳地像院子里梅花。 那梅花树什么时候肿回来的? 谁知道呢? 0.3 0.3 0.4 0.6 0.5 0.5 5